歡迎收看小周師傅 今天小周師傅要教我們 香噴噴的白花菜 培根白花菜 你看豬油出來了 這時候就把白花菜下去 這時候就下了 你要先把菜炒香 然後它的水分跑掉了 它變很香了 你再下其他料 讓它去嘻哈香味 對…最香 就是這個聲音 順便把培根 蒜頭 蔥 香氣 全部都吸進去 香氣真的太敏了 那是那個鍋氣 以後培根的香氣變得很大 很飽 你就覺得培根怎麼這麼好吃 很香 好香 菜香 巴巴巴 培根 有夠香 加像蒜頭蔥阿香 這麼香的白花菜 是要怎麼炒呢 煮味緊張好 我們準備開始了 趕快來歡迎我們可愛的小周師傅 歡迎 來 鳳梳好 滾媽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小周哥今天又帶來好東西了 對吧 沒有錯 好東西他就要給我們介紹 今天要介紹給媽媽給鳳梳的 其實是一個鐵鍋 這個是鐵鍋 不太像 你看 不沾鍋的造型 鐵鍋的質感 對不對 對 而且你看它的面很不一樣 你知道它這個凹洞怎麼來的嗎 這凹洞怎麼來的 這是手工打的 手牌喔 手牌 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你記不記得以前鐵鍋要煮菜 它都要放很多油 對 它一定要放油 油要夠多 不然會沾鍋 會沾鍋 它會沾鍋 它這個做法就是 因為你看它可能是 凹下去的一個洞 當它凹下去 譬如說我們放一塊肉上去的時候 它等於是下面有沒有 凹的地方 有空氣 油 水 它那個水分 空氣 在那邊 要加熱 到時候就會膨脹 幫助你不沾 試試看吧 對 對不對 而且好漂亮 對 我告訴你這真正是老材的 手工鍛造 一天 它那個 整個鍋子稍微紅通通的 然後它就拿一個 就一根那種 好像鐵棒 鐵棒還是什麼 這樣子敲 我說你這樣子 這樣子一天可以做的 一天頂多做飲食 真的 鐵鍋又用對不對 用 所以今天 不怕滷 你看我今天這都吃了 讚 我記得以前最過癮就是 沒有 人就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不要滷 你就要常常換鍋 對 換鍋多久 你還想要滷滷的比較快 對 對 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又回到 滷鍋的時代 對 我覺得在做菜之前 我要先教媽媽開鍋 開鍋 其實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鐵鍋要開鍋 因為其實鐵鍋 它出廠的之前 它一定會抹上油 它抹上一層油 對 它防鏽 鍋子你就開 你就開中火 你就把它燒 你現在看 等一下它會開始冒 會變紅嗎 它會開始冒煙 不會紅 冒煙 它會冒煙 因為就是你要把它 表面的那個油 油會燒掉 你一定要把它燒掉 你看我可以這樣 又清煙了 所以油就跑掉了 你想說 我沒有放什麼 清煙 就是在把油燒掉 然後它會變色 也沒有關係 你就讓它燒 鐵鍋用這樣 真的 它會用很重 其實烤箱也是這樣 而且你看有沒有 鍋底開始變色 它燒到後來 它就不冒煙了 就好了 對 它現在還會冒 表示說它很有 而且你看這邊也要換 邊邊也要 對 它其實整個都有 對 因為這個 等於是那個 媽媽我們今天這個方法 你要學起來之後 其實以後用完呢 你只要把它燒乾 就好了 不用說 不用說每次都要再抹油 而且今天就是 久一點不煮才抹就好了 你如果沒有把這個 表面的這些油燒乾淨的話 你知道它會怎麼樣嗎 會吃到肚子 以後你一用 它就會容易會掉 它就比較會掉 我也會掉在肚子 不過這個請放心是 這一個 我有確認過 它用的油 它是抹食用油 它不是抹工業用油 所以是安心的 可是你開過還是要讓毛細孔開 對 對不對 一定要做 這樣算是好 也沒有煙了 沒有煙 對 就是你確定 沒有 你確定有沒有 你發現都沒煙了 乾淨了 那要洗嗎 要 要洗 露的話就是 這邊 對 感覺是加水 要黑黑 真的要開鍋 沒有煙燒不知道 對 對 還回覆了 可是說真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為了鍋子好 才保護鍋子 保護鍋子 所以它不是壞東西 只是說我們的營進錢 怎麼會用清淨 你不管買什麼排鍋子都要這樣 好 真的 這樣又好了 又漂亮 然後再把它燒乾 燒乾之後 再抹一點油 就好了 有沒有 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其實不難 媽媽也很怕 今天就教大家一個 不管什麼鍋 只要是鐵鍋就這樣開 對 而且就是我覺得鐵鍋用來煮菜 就是菜 胖 胖 因為鐵鍋導熱快 熱 續熱又強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我們第一道 就來做一個培根百花菜 好 這都燒乾了 來 好 關起來 好 但這個時候就是第一次開鍋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要下一點油 要抹油 要抹抹 其實說要再黑黑了 它其實有點黑黑的沒有關係 像那樣子洗過的時候 它其實就已經好很多了 對 太水了嗎 對 我只要看起來很漂亮 現在這個油就是安心的油 就是你廚房的油 對 接下來就是來我們這邊 對 這邊 我們的培根白花菜 好 最后你知道鐵鍋煮菜 第一道菜 你開完鍋了 你要做第一道菜 一定要用豬油 會很香嗎 不是 是這個原因嗎 因為來這邊我先把熱鍋 它這個熱度上來很快 家裡豬肉挖一塊肥肉就可以了吧 對 也不用特地去買豬油吧 不用 來 我想像這也是 我們就用這個 不要太多 為什麼要用豬油呢 因為豬油的分子很細 它分子細 所以在抹豬油的時候 它就會吃到鍋子裡去 有分 有分 真的 豬油它其實會比 豬油會比植物油好 也比牛油 雞油好 它也比較耐高溫 對 就有些時候我們要吃是 不要太耐高溫 可是像這種時候 還要用耐高溫的魚 對 而且你看 這個鍋子 因為它鐵鍋溫度很好 一下就上來了 很快 所以我們這時候再把火轉掉 先把它拆掉 倒到會表 真的 我覺得鐵鍋擦材 很神瓦斯 真的很神瓦斯 肉也倒到會表姐 好 你看豬油出來了 有沒有 有 好 這時候我們就把白油菜下去 這時候就下了 就可以下白油菜了 對 以前都先放培根 對 因為其實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鐵鍋 鐵鍋的好處是因為 它的溫度很夠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反而是先把菜炒香 你要先把菜炒香 然後它水分跑掉了 它變很香了 你再下其他料 讓它去吸它的香味 你就採取海綿 對 你看 讚 鐵鍋真的有這種 真的 鍋氣 對 我喜歡鐵鍋 它就是 它炒菜真的是多香 鍋氣 多很香 對 它每次說禍氣 我現在說禍氣 台灣人說鍋味 對 鐵鍋炒 告訴你才有這個香 而且你看我們現在 一樣是維持 這算小火 對啊 對 這時候菜還沒有熟 但是主要我們是把菜炒香 然後就是 加水嗎 還沒有 現在我們均勻地讓所有的菜 如果能夠焦起來 加油 對 真的耶 好香 然後慢慢地梗 你會看它梗開始有一點 亮亮 那就是開始熟了 它再慢慢再熟了 好 這個醬油 我們不要吃太多 筋膽膜起來 因為聞到以前小時候 青花菜就有這個味道 對 香味 後來沒有了 後來的青花菜就是用水煮的 對 沒這個香 對 現在就是這樣 你們看都熟了 這樣就可以 我們要接下來 接下來 就是趁這個時候 我把我們的 蒜末 蒜末這時候 就讓它均勻地灑上來 因為蒜末 你這時候灑上去 它的香味也會被吸進去 蔥也沾 後放 都後放 所以我看很多那種 快炒定期都後放 都後放 對不對 你這時候 當你的菜的香味都出來 你再把這些料放下去的時候 然後再放一點水 對 然後它就會把它吸進去了 有了 有了 有那個味 對 有醉蝦 就是這個聲音 你蓋上去 這個鍋蓋也太美了 很美 對啊 你看它真的火力很猛 你看它 這個鍋蓋煮菜 又不會燙 不會 這個是山木做的 對 不燙 這個大概其實很快 大概兩分鐘 因為我們剛剛水下去 它那個 木桿那個水蒸氣有沒有 它其實這時候就是會在 都到裡面 一方面它會把那個 我們菜剛一直炒 水分跑掉了 對 然後再吸進去 一方面補水 順便把那個培根 蒜頭 蔥 香氣全部都吸進去 就是這個顏色好漂亮 而且大家都亮晶晶的 對 晶晶 晶晶晶 對 就是這個感覺 然後這時候判別熟度 你就看梗 只要變透明 沒有白白的 就差不多了 你這個待會兒再漏一段 讓我炸便當吧 我有這個榮幸嗎 我有這個便當就直接炸來好了 直接炸來 我們那個香 你看就是培根香 蒜香都很好 對 好香 都很飽 對 就不會說味還有鹹 怎麼辦 不會 佐亮 下點鹽 因為有培根了 好香 香 替一定要炸菜是不是 對 就是香 有香 真的有夠有香 有鹹嗎 快點 我要試吃 很香 我都吹了 我的天啊 真的很香 妳真的 妳等一下吃吃看 我覺得這個香氣真的太迷人 真的 快一點 好 對不起 好香 這個培根後放很香 很香 我一定吃 妳先吃 大湯 有烤肉的感覺 有烤肉的感覺 而且說真的 就是像剛才說的那個鍋器 以後培根的香氣 變得很大 很飽 你就覺得 培根怎麼有這麼好吃到 很香 像鍋子的概念 對啊 然後應該我們 夠熱啊 對 而且我們看白花菜 像這樣的炒法有沒有 褲子 脆脆脆又甜 對 嘟嘟好 熱一下剛才好 是不是我們以前小時候 好脆 對 其實白花菜醬就很好吃了 妳不是說它在煮到的福氣 不是 它就好了 不好吃 分去顛倒 有鹹 有香 有脆 好吃 對 現在是這樣 回歸傳統的鐵墊 鐵墊很健碩 可是還是要好用 對 以前那個有辦法 這個還要這樣包 比較好用 而且人家那個鍋面 還是老師傅這樣一錘一錘 比較大的 還沒玩笑 有 厲害 再煮一道 對不對 當然要 我跟你講 太棒了 試試看 好好吃 謝謝 恭喜 接下來 小周師傅 還要跟我們用鐵墊 帶魚子 整個燒燒燒燒 我覺得不沾鍋好營 但是它就是比較輕 煎蛋 對 妳方便 可是說真的 妳要它那個香氣 我覺得真的是鐵鍋是 真的 沒筆的 沒筆的 因為它不能夠像鐵鍋這樣 放下去 那現在還可以來煮什麼 來表現鐵鍋的感覺 鐵鍋煎魚最好吃 對 妳是媽媽 妳用不沾鍋煎魚的時候 就不敢開大火 它鍋子壞掉 可是魚不大火 不好吃 在那邊表面焦焦焦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煎魚都不會焦 我也不好意思說你要換鍋 對不對 因為你那鍋怎麼樣開 太大約對身體又不好 沒有錯 我們今天就來個香煎黃魚 但是我們今天做法不太一樣 怎麼樣 來 這個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黃魚 很好吃 肉很油 可是黃魚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我個人 我覺得它太膩了 它太皮軟了 它會油 很油 有的 好 我今天有個方法 我們先處理一下 好 媽媽 這撥來 這個要拿掉嗎 這個要拿掉 要拿掉 對 我們一樣用刀把它化開 有那個血的地方 要擦掉 那就是糙 血腥 你看 血腥 血腥 其實這個 順便教點小嘗試 這個其實是 它們在送氧氣的部分 因為有送氧氣 就有氧化 所以它就是 火就是糙 這就是一定要把它擦掉 這沒辦法 但是沒關係 好 大家切乾淨就可以了 來 我今天有個方法 這邊之後 我們現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就順著骨邊 把它往下切 化開 對 但不要斷 你就是稍微就好了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覺得黃魚 因為現在都刺的 說得不好 刺的 吃刺掉它是比較肥的 我們就把它化開 就這樣 所以我想的一個方法 改善這個狀況 讓它吃起來更好吃 對 一樣 很簡單 都把它拿開 不要斷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調一個東西 來 這邊 這是什麼 給我 薑泥 薑泥 薑磨成泥 這樣媽媽 我跟你講 我的作法都是 切片給它進冷凍 你要用的時候 再拿出來 塗塗就好了 對 這樣很快 很快 這是胡椒鹽 胡椒鹽 胡椒鹽 這邊大概 胡椒鹽跟這個 約合 合喔 然後 這邊是 五香粉 這是什麼 花椒粉 花椒喔 柳柳的話 對 是花椒粉 對 花椒粉 我也是肉粿 好 因為 為什麼要調這個呢 然後我們這個米酒 大概10CC 因為你覺得它變成像一個醬 有沒有 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把這個 塞在魚肚子裡 那要給你湯匙 對 就是把它塞在魚肚子裡 塞在那個裡面 對 就是你剛剛覺得有腥的地方 對不對 對 一來 又可以去腥 又可以解膩 對 純刷就像洗魚一樣 因為你稍微抹一下 你到時候 有味道 對 它煎好你吃的時候 你就覺得 這個魚吃起來還很香 那這個磨好之後 還要用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 梳 梳啊 這是棉繩 一般是棉繩 對 一般棉繩就好了 因為端午節白杖用的棉繩也是 因為 那是如果 因為我們有化開了 如果你這樣子去煎 它會很開 對 不好看 很可惜 白一下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這樣子 這個 其實你也 你不用綁起來沒關係 因為到時候你就要下去煎 它就會黏住了 很簡單 主要是不要讓它開 好 再來我們就要煎魚了 說到這個鐵鍋煎魚 真的是會讓人很開心 那油要很多嗎 煎魚要好吃 油量一定要一個的量 可是它不會像以前鐵鍋 說你要這麼多 對 而且黃魚本身油脂含量高 你這個其實不用太擔心 好 那一樣你看 熱度很快就上來了 上來了 上來了 讚 這裡面紋路還真漂亮 很漂亮 它熱很快就上來了 很快 有沒有開始冒煙了 我就專銷了 魚線下 魚下了就沒有煙了 有沒有 那個什麼 已經有這麼多 西洋鮮 很漂亮 放下去 你看 馬上膨起來 好險有感 放下去之後 來 我們就把它蓋上鍋蓋 稍微留著香就好了 把它火轉小 再轉小一點 這樣子大概8分鐘 10分鐘 8分鐘 不用翻面嗎 有 8分鐘 10分鐘我們再翻面 好 它那個皮真的會 我跟你講 酥對不對 我們以前小時候吃到那個魚什麼 它就什麼感覺 好懷念 8分鐘 稍等一下 你看 要這樣翻 翻一下 漂亮 不好意思 我這邊 這邊太用力了 它還要破皮 不過沒關係 有 那種那種恰恰的感覺 恰香 對 對 我覺得這真的是只有鐵鍋才做得到 鐵鍋才有煎到這樣 你又不用怕鍋煎 而且我覺得其實差別在於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今天說差別在於油 我們的油真的沒有用很多 對 因為如果說以前傳統 它那個 油要一半 它真的要很多 對 現在就再把這一面煎酥就好了 對 煎酥就好了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 酥的感覺 那個皮真的 真的 好 炸泡 切子 有 酥的 以前你剛才這麼蒸 你不就用蒸的 蒸的 對 以前煎 魚都要把它油 油要到半隻魚 對 我們剛剛的油 大概一大匙再多一次 同樣重點就是 為什麼它這個 我們今天可以這樣子 油沒有那麼多 它還可以有提勒過 因為它有那個敲的 就是因為它這個一個洞 一個洞 老師不敲的那個凹槽 對 它才能夠產生這樣的效果 等一下煎好了之後呢 煎好之後 我再教媽媽一個小訣竅 好 其實也是主要是像這種黃魚 這種魚它太肥了 因為現在又是熱球 比較乾 它又比較肥 所以我們需要有些小技巧 去點綴它 對 讓它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 有了 起來 可以 觸覺就可以了 對 你看 這個真的是 我必須說 這真的是鍋子本身 這是煎魚以後 好不好 就是要煎得這樣酥酥的 對 對 好 動了 又甜 你看 好 它這邊 我們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吃法 就是 來 我們準備這個 辣椒 蒜頭 香菜 對 就是這些都是可以解膩的 對 你趁這個 直接灑 直接灑 而且你看魚現在怎麼樣 熱的 它灑下去會怎麼樣 就有香氣 對 那個香氣就會透上來 然後你就 就會多 你會有兩種香 魚的香 然後你又有香要香 對 你就搭著吃的時候 就很好吃了 很喜歡 不錯 而且很好奇對不對 剛剛肚子裡面有這個薑泥 這個味道會是怎樣呢 很好奇 你也漂亮 對 可是不一樣 來 煎個魚 你看 用這種方式 對不對 好輕鬆喔 不然一般還要再灰一次 對 太累了 來 來 試吃 快來 米酒 香味放棒來 鐵鍋煎到焦焦焦焦 加上辛香料 可以吃 不僅香甜味的吃法 等這個 可以試試看 怎麼樣 卡滋卡滋的 香氣怎麼樣 好香喔 真的很香 那個脆度完轉 我那個邊邊酥 對啊 對 你看這尾巴 小時候一定要這樣 有夠脆 脆 太好吃了 然後吃它中間那邊 有煙對不對 吃這裡 真的 酥的 你看 很香 然後吃到那個辣椒辣辣的 你看這魚 多漂亮 你看煎得這樣 酥 真的 裡面那個味道 有沒有 你看 它一樣很香甜 可是不會膩 對啊 肉好甜 對啊 因為 它有點像那個西瓜撒鹽 甜味會出來 對 因為它本來 它油脂很多 肉又細 如果你不加點東西去調味它 或是提它的香氣 你 你就是覺得整個脆 肉都很重 黃魚肉很油 很好吃 對 可是說真的 你看我們今天用鐵鍋煎 一片一片 你看 對啊 把它煎到這樣 黃魚不好煎 你煎不好就散了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那種夠熱的鍋子 一般 我就跟它煎了 它有點像它外面 它會熟起來 而且外面一般的話 大火 大火 對不對 不要 好好吃 再不小心又吃一隻 會 而且你看 你一樣吃到黃魚的甜 然後那個香氣 可是中間我們剛剛那個 薑米還有一點點花椒粉 對 香 它就一個味道香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辛香料都會幫你把這個 解膩也好 然後去腥也好 都會讓這個肉質更甜 對 更好吃 不過說真的 再怎麼樣呢 還是有沒有 那個老師傅用 槌子慢慢敲出來 鍋子 又然我跟你說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 如果沒有用槌子敲的話 你可能鍋子翻過來 魚也不會掉下來 真的 它真的那個凹槽 我覺得很棒 我以前煎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魚皮黏在上面 對啊 它就翻過來 會掉下來 魚掉下來 在皮黏在上面 魚變白的 很慘 對 這個有敲過的 有好幫手 有幫手 有幫到 厲害 謝謝 不會 好趕 鍋子拿來煎魚就是厲害 不一樣的香菇雞湯 用炒的 不是要汆燙過水 你看那個顏色 有沒有 好漂亮 今天的話 我們就換一個東西來用 流魚絲 香菇 這邊不需要泡水 不用泡水 在這裡喝下去 我們只要煮15分鐘就好 沒有那個泡泡皮很香 很香 超濃的 它就很像放了 香菇的千軍萬馬在裡面 對不對 然後完全把那個雞的甜味 都釋放出來 非常非常的好吃